其实今晚吸引我来到这一处的都是相复所定的题目, 他们给了封信给我,所以我看到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令我很想听,吸引我有兴趣, 伊甸园外的家春秋,雅各家族, 虽然很长,但引起我有很多思想。 当然我不是说想听我自己说话,我自己说话要什么来着听呢? 我意思就是这个题目引起我想听听圣经说什么。 相复的同工大概文笔非常好, 看看这一段介绍,上次从一个旧约的家庭, 你们有没有这张传单? 有些人有些人没有,读给你们听。 上次从一个旧约的家庭去了解, 为何既然生活在同一屋邪下的亲人, 竟然会产生无数的纷争、猜疑、仇恨和诡诈, 搞到家人四散,各自为正,互不理睬。 昔日历史中人遇到的难题, 今天我们或许会同样的面对。 自古以来,人的罪性总是成为家庭问题的死结, 我们可以如何借古铐金, 来建立一个健康、喜乐和平的安乐呢? 再看他介绍两晚的题目, 第一晚今晚是《我在父家的日子》, 刚才一问的时候, 你立刻彈出这个题目, 很深印象。 未婚者如何理智面对家庭中各样的问题, 包括已经结婚的兄弟姐妹带回来的困难。 下个星期更厉害, 我成家之后的日子, 结婚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日子, 婚后的岁月才是真正面对两个家族历史的开始, 究竟应该如何做好心理和实际的准备呢? 如果只看这两个段, 就可能是听婚前辅导, 或者应该是我同事蔡太太, 或者是Elly姐来说的差不多。 心理学、社会学、 辅导各方面给我们有很多提醒,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我要提出, 我们要很小心, 圣经不可以让我们做蛋糕之后, 在上面浸一些糖霜, 洒一句金句上去, 将一些我们都知道的答案, 原封不动的包装好给我们, 这样读圣经法似乎心急了点, 很多时候我们今天都觉得, 我们知道答案的, 不过肯定是基督徒就要问圣经说什么, 插进去, 那不是不好, 反效果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越来越少耐性去听, 圣经想跟我们说什么, 圣经想跟我们说什么, 我都知道了,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 所以不读也知道了, 其实我说我一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引起我想今晚来听的, 正正是我每一次打开圣经, 特别一些不是我预期的题目, 多数是别人给我的, 出了题目考试, 当我真的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 我发觉圣经跟我说的东西, 跟我原先想的东西有很大出入, 我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你有的话, 大概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们需要学习, 放下我们自己, 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好, 总之就是那些东西的了, 我有个女儿, 我常常都喜欢说她, 她就是抗议的了, 但我发觉跟小孩说话, 这个很重要, 父母会跟小孩说话, 你先看着我, 很重要的, 如果小孩不看着你, 他听不到你说话, 他在想自己的那些东西, 看着我, 他看着你, 他开始听了, 所以今晚我们跟你多看一些圣经, 先看着圣经, 听了圣经讲什么, 然后九点半钟你决定, 今晚的经文对你想来听我在父家的日子, 未婚者如何面对家中各样的问题, 有没有帮助? 你将这个决定留到看完圣经怎么说, 然后才回应, 不要这么快去决定, 我有个很不喜欢我的父亲, 我应该怎么对他呢? 怎么跟他传福音呢? 你腦里面有很多问题, 这个是在所难免, 又或者不是, 我家人很幸福, 幸福到地, 还有什么可以再幸福一点呢? 先放下他, 先放下他, 今晚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相福的弟兄姊妹同工, 他们说, 为什么自古以来, 一个距离今天三千年的家庭, 生活在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文化处境里面, 而我们竟然要一起去看看, 这个家庭有什么重要呢? 所以先听了, 我不是说其他的讲座, 其他的方法, 其他的答案不重要,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为我独尊, 只是高举圣经, 我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其他的讲座, 其他的理论, 都值得我们去听的, 我想圣经的说话, 神的说话, 更加值得我们去听, 所以我从这样的出发点, 来到开始, 我们看一看今晚我们要看的题目, 雅各家族, 雅各这个人物, 出现在圣经里面, 其实不仅仅创世记的, 不过, 仅仅创世记最详细记载了他的生平, 又记载他的家庭生活, 这个事实大家都知道, 你灵修一定也看过仅仅创世记, 仅仅创世记不是我们灵修的问题, 我经常说, 出一十几下半才开始, 不过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时时就会记得, 啊, 好像小朋友看西部牛仔片那样, 看卡通片那样, 一有一个新的人物出现, 我们马上就问他是中还是奸的, 答到这个问题就更多了, 雅各出场, 我们就会问他是中还是奸的, 因为亚伯拉海出场的时候, 我们已经决定了他中, 是吧, 罗亚出场的时候是中的, 亚当出场的时候呢, 奸的, 是吧, 所以到雅各出场的时候, 是中还是奸的, 那我看你听谁说的, 有些人说他是奸的, 雅各奸到, 这个坏样未出世已经奸, 一路一生都奸的, 最奸的莫过于他, 我收过一封信, 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问的人呢, 很不简单, 我不敢多说, 因为多说你可能会猜到, 但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处境下问这个问题, 他在一个坐牢里面问这个问题, 他不是一般你想的那些罪犯, 他说我不可以多说, 多说你会猜到的, 他不是打人, 黑社会, 吸毒, 这样坐牢, 不是, 他是名城利咒, 然后他坐牢, 他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这么奸的雅各, 上帝竟然会选选他? 你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 你定了刑之后, 革命洋板屁, 这个是红色梁子军, 这个是革命先烈, 哇, 中还是奸? 于是乎我们听到一些解释, 雅各其实是中的, 不是奸的, 他羡慕长子名分, 他千方百计要想从他哥哥那树, 拿到这个长子的名分, 这个长子的名分就代表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救恩历史的延续, 所以雅各是渴慕神的祝福, 渴慕神的应许, 雅各心里有一个很熟灵的渴求, 差点像图书博士所写的渴慕神那么重要, 所以雅各是中的, 雅各一生渴求祝福, 你看看他去到和上帝写交, 你不祝福我, 我不放你走, 基督徒就学这一样, 你要在祷告, 在灵里面和上帝写交, 你不祝福我, 我不放你走, 这个是雅各给我们的榜样, 中的。 我想今晚给你看看的, 不是一个中还是奸的人物, 圣经从来都不是这样写的人物, 圣经是很诚实, 把一个人放在我们的眼前, 把他的家庭赤路闯开在我们的眼前, 教会牧师很难把他的家庭完全闯开在我们的眼前, 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同工在说, 希望你不会反对我的说话, 有,我看到那些孝友在, 如果会友知道牧师回到家, 原来是在帮忙扔东西, 那是一件事, 牧师应该温柔可爱, 和太太说话应该很小声, 我似乎可以写包单, 没有一个牧师家庭不叫过教, 今天下午, 我又不告诉你, 在哪里听这句话, 我一定会想到, 但是极权威人士, 身边极接近他的人说的, 他说, 夫妻不吵架? 不行的, 只是有些日常生活来往, 只是处理事务, 都没有一个情感的表达, 是不健康的, 我今天可不可以评你, 他说不行的, 我不敢评他, 我不可以告诉他, 不过是极权威人士, 身边极接近他的人说的, 就是婚姻家庭辅导上面极权威的人士, 你开始猜猜一下, 家庭生命要完全打开在人的面前, 不是容易的, 因为我们一定会脱他帽子, 一定会解释他, 所以正经所记载的这些经文, 坦白说, 又很容易读, 又不容易读, 很容易读的意思就是, 我女儿回主学, 她都会讲阿巴拉罕, 亚国, 亚国, 但不容易读的地方就是, 你能够读到, 圣经想怎样说给你听的那个信息, 就不是你, 是的, 我也知道, 是贼来的, 是的, 我也知道, 不是好人的, 不是我们一直在想的那些东西, 所以在这段, 我想跟你很小心去问, 究竟圣经是怎样介绍雅各, 那些小小的, 深一点的方法, 解释给你听, 怎样去找出, 圣经讲雅各的方法论, 这些大大名词, 正经是怎样介绍一个人给你听的, 你今天要介绍讲雅各的办法, 最简单的一句就是, 大家都很熟他了, 不用介绍了, 这个是最不负责任的介绍, 大家都很熟他了, 不用介绍了, 那你怎样看他, 你也要说两句假的, 灯符上出来, 帥哥, 吸引, 虽然无国法面不可憎, 很多办法, 圣经的办法, 是透过结构, 什么叫结构? 我先跟你从创世纪开始, 看看什么叫做结构, 一卷你很熟悉的经文, 创世纪, 你读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 创世纪本身是很有结构的一卷书? 创世纪其实很有结构, 因为创世纪的作者, 是留下了一个很清楚的结构在他卷书里面, 但这个结构不是我们今天打开圣经分了五十章, 那个五十章的结构, 分章分节不是圣经作者分的, 你写一封信给朋友, 你不会逐句分第一节第二节的, 第一页第三行的, 不会的, 因为你气呵成写完的, 但你会分段的, 是吧? 你会分段落的, 第一段才问候他, 接着你又说一下自己, 接着才到正题, 收的时候又不要收得那么刮, 又要说一下别样, 秋天又来了, 多多穿衣服, 有一个结构在这里, 今天有标点符号, 你有结构可以用分段的方式来交代, 以前不单止圣经, 甚至是中国人写文章, 都没有标点符号的, 不要大眼睛看着我, 这个不是旧约圣经, 这是中文的常识来的, 古人写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也都不会分段的, 有空格就写下去了, 很环保的, 所以你读古人的文章, 第一件事要学的是断句, 第二件事要学的是, 要归纳句子, 看到它的起、成、软、合, 也有空格, 因为我们想听旧约, 而我不是想听中文, 是讲这么多的, 完了, 旧约创世记作者怎样说给我们听他的结构呢? 不代表春埃及记是如此, 不代表利美记是如此, 不代表新明记是如此, 不代表以塞亚书是如此, 只是讲创世记。 创世记的作者是很清楚留下了在每一段的第一句说话, 是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用同一个字来做开场白的,那够不够清楚? 那句标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你手头上那个笔记的第一个段落,《创世记》的结构。 我们发现在《创世记》里面,有很多次看这些段落的开头,都出现一句这样的说话,就是某某某,或者用英文说XXX的,接着那个要用希伯来文的字来说出来,Tolado。 为什么要用希伯来文呢?我们大家是中国人,这个不是讲民族主义的时候,这个是要很小心去明白圣经的时候。 因为这个希伯来文的字,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最少有三个不同的翻译。 多数,《创世记》在《创世记》里面,上次翻译为《后代》。 你手头上的圣经,我给你打开《创世记》第五章第1节,你找得很快,你看看你就知道《创世记》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什么?《后代》。 看下第六章第九节,罗亚的陶拉多,我听不到你来说,不是后代,是陶拉多,你学得快了。 罗亚的陶拉多,记在下面,第十章第一节,罗亚的乙子陷含雅忽的陶拉多,记在下面,我们读了三节,都是译作后代,我刚才说过,有三个不同的译法,另外那两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译法就是在第二章,回到前面,第二章第四节,中文圣经翻译,《创造天地的》,聪明的你应该可以接下去, 不能译后代的,创造天地的后代是不通的,所以翻译就是这个痛苦了,要信,要雅,要达,三样都兼顾,有些时候就做不到的。 同一个字,虽然在这书不可以译后代,如果你展去三十七章, 最后一次出现了,创世记三十七章第二节,我应该不用说个叶数了,你找到了,雅各的什么? 图罗都,这里译做记略,又不译后代,所以译圣经的人对着这个字,就真的拗了头颗,很难译。 不过他这样重复出现在创世记里面,就是一个作者的记号,是用来分断的,是用来将创世记分开做不同的部分。 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开头第一句说话,就是一个这样的标题,某某某的图罗都。 很难译啊,上帝说,我不是写给你看,我写给犹太人看,他懂得看,希伯来文德了,翻译是你们外邦人的问题, 我们自己也要想办法吧,我想带你回来看,作者是有办法讲话给你听的,他有他的方式,全本创世记用了多少次这样的标题呢? 十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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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丹丁啊,十一次,是很丹丁啊,不过很有意思的。 这十一次的标题,如果你看你的笔记,我们不读了,我们很快去看一看,你就发觉原来这些标题,跟着的资料, 就是每一个标题下面所带着的内容,可以分开两类。 第一类的内容,我叫它名单,听到吗? 总共有多少个名单,出现在在《创世记》呢? 你数一下1、2、3、4、5、6 有六个名单。 第二类的内容,我称呼它为故事。 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刚才我们说了《创造天地的ソーラドゑ特》, 跟住所带来的内容,就是一个故事来的。 我们很熟悉伊甸园内外的故事,今天我们的题目《伊甸园外的家春秋》, 这就不是讲这段,这段就是伊甸园内。 但是接着第五章第一节,刚才我们一读的时候,阿当的陀罗诺, 整张的经文都是名单,什么叫名单? 全部是名字,没有什么情节,没有什么故事, 名单和故事是两个绝言不同的经文内容,分得到吗? 《创世记》就是用这两种经文夹杂而成的, alternatively,就是名单故事,名单故事,名单故事,名单故事。 这十一次其实就是六次的名单,接着五个故事。 这十一次是很有心思的,你看看那些名单。 有攻击第二次的名单,首先就是一个名单他的孕eron文案的陀罗诺, 然后是两个名单一起出的,第十个、第十一章也是鲁雅的乃侠的陀罗诺。 相对于下面那三个名单,以什玛利的陶纳都,然后两次重复以素的陶纳都。 我这么详细解给你听,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实,就是创世纪的作者有东西想说的,他有结构的,他有办法的,他这样设计他的书卷,不是想着你灵修地去读的, 什么叫灵修去读?有些人抗议我经常说,有些人在地车到灵修,地车真的很难灵修,因为你的心就想着下一站是什么呢? 圣经不是说下一站是什么,除非你读文数记,而文数记没有讲尼敦道的,没有讲旺角的,没有讲尖沙咀的,圣经不是让你斩简去读的,但我们灵修就斩简了。 我最近写完针言的每日读经识意,天幅所限,一张针言七百字要写完,你也是时间所限,创世纪你要分五十日读,每日读一张,好的那一张就完完整整一个段落,刚刚到尾,不好的那些就半天掉,那你就读完了,祈祷了,今天有什么教训呢? 你读一下收到你男朋友或者你女朋友出国留学,然后他在一个圣诞节的晚刻,他写一封长信给你,一收到你手都振了,挂号,以前我小时候用双挂号,你今天没有了,不知道什么叫双挂号,你拆开它,厚厚一袋子,密麻麻,是你所爱的人的笔绩,好了,你会怎么读它? 等我,很重要的,这封信是吧?我所爱的人给我的,我分五十日读,每日读三行,仔细去默想其中的精义,找一句说话出来,答完又答,今天怎么实践? 容许我说一句很俗的广东话,这叫乖乖,你永远不会这样读你朋友的信, 我们自从信耶稣以来,就教导我们就是这样读圣经的,收到厚厚一袋创世记,五十页子的,我就分五十日,每日读一页,就答真其中一句说话的精义,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我今天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不行的,创世记的作者,他有东西想说你听,所以你在哪里开始,在哪里停,请你听下作者在什么时候卖广告,在这个时候他让我停了,你才好停,地址到站了,我不停都不行,所以不可以在地址里面读圣经,是吧? 你找个安静的时间坐下来,你找个安静的时间坐下来,专心,正经在那里停,在那里停,在那里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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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创世记分开十一个图律刀, 你看看,创世记分开十一个图律刀,这么宁丁的吗?一点都不宁丁,他本身有个结构,六个名单,五个故事都是宁丁,那六个名单是相对的,平均的, 一个名单,两个名单,一个名单,两个名单,计算好位置的,很识的,你读的时候,你要从他的结构去明白他,所以,第一样东西我告诉你,创世记不是说创造天地的,神学院的同学都答错我这个问题,我最喜欢和一年班同学问这个问题,创世记说什么?创造天地,请问, 创世记有多少张圣经是说创造天地的?极其量一张半,极其量,另外那四十八张半,和创造天地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是被中文圣经的翻译的译名误导了我们,你懂英文的,你查经的时候,你都会打开英文圣经创码,请问英文圣经的书名叫做什么? Genesis,也不是英文来的,它不是英文来的,它是希腊文来的,希腊文这个字解什么?不是解创世记,是解开始,起初,所以创造天地只不过是整本创世记的罪言来的,隐言,我现在说过了隐言了, 刚才我说了很多,我们怎么读圣经的那些是隐言,那个是隐言来的,你听完那十分钟,你走出去,我听完你才讲话,那你还没开始听,你想想多惨,我们读创世记,拗来拗去就拗隐言,拗上帝怎么做天地,是否用进化论,还是用创造论, 创世记都不是说这样东西的,那个不过是隐言,开长白,是头那十分钟,接着还有两个钟头, 喪世记不是说喪造天地,但是你将这个隐言加上那十一段图,我女儿都会计算,精算代鼠的视频教她,一加十一是多少?不要吓我,十二太容易了,不应该问你,十二这个数目在旧约圣经有什么重要? 是以色列支牌的数目,不要答我是完整的数目,四加四成三那些,不是,是十二个支牌,整卷旧约圣经是写给谁看的? 以色列人,一开始第一卷圣经就分开十二个段落,你高不高兴收到这样的一封信?按照你的身份,taylor made给你。 这是圣经作者的心思来的,他写圣经跟你说电话很不同,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你硬在那里捕捉,未曾有来说完,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句说什么,圣经的作者一早他plan好了,他有个很精密的结构, 而这个结构和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分不开,读旧约圣经,诗歌如是,散文如是,任何一卷书,你找不到他的结构是你找不到的,你不要说他没有结构,很多人很恶的,他找不到他,他就说人家没有了,你找不到你就谦虚一点,我暂时未找到,一定有结构, 创世纪这个结构告诉我们,创世纪的主题不是创造天地,那请问他的主题是什么,你就只能够在那十一个段落里面去找的,如果不是在隐言,那十一个段落只有两部分,要么就是名单,要么就是故事,你看到吗,你是这样找出来的,不在隐言那里,在什么名单那里, 名单是我最熟灵的时候都看不明白的经文,我同意你的说法,所以你大概不需要这么内疚,我都有时看不明白,名单很难明白的,名单的作用是什么一两个作用,你回自己教会做礼拜,如果你教会还有奉献精讯,不是用数目字的话,你就很有兴趣看了, 牧师今个星期奉献多少钱,没有奉献,你在那里找很多结构,因为那些名单是你懂的,我去港道,去到任何一家教育,他第一份收刊给我打开,四十八页纸都是名单,刚刚去到年结,我哪有空看,看我也不懂, 认识了那个人都同名同姓,对我完全没有兴趣,名单有另一个作用,在《旧约正记》,特别在《创世记》里面,就是他告诉你,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是二十年了, 小学作文,你不是经常都这么开头的吗?我小时候听广播剧,就有一个很漂亮的间场音乐,哭到Felipe,送走了男朋友上飞机,然后广播剧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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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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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单我们找不到主题,故事呢? 就是这样的,我同声音这么差,最后elimination,没得选, 如果你够耐性的话,不是即食面,到最后就选剩这五个故事。 亚当的故事,红水罗亚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雅各的故事, 绝大部分的蝙蝠,是讲这五个故事。 即是说,你来到神的面前,有一天你会见到祂, 我不知道你见到祂的时候会怎样,有些人很羞愧, 我追过的也不是这个神,有些人有很多问题问, 假设你一个小朋友来到神的面前,你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上帝开始讲答案给你听,祂讲什么呢? 上帝不是讲原子的结构,上帝不是讲崇拜真正的意义, 上帝不是讲Carlbert的神学,上帝又不是讲我们喜欢问那些信与不信, 不信是否可以同乎一压,上帝跟我们讲五个故事作为开场法。 六十六卷圣经,上帝一开始,趁你还聚精会神,五分钟热度未过, 灵修到大概拆得住,未曾到农历新年,在旷野迷失之前, 他跟你讲五个生命的故事。 你这样读《创世纪》就很不同了。 《创世纪》跟《进化论》有没有关系? 先放在一边,不要让《进化论》骑劫了你读《创世纪》的兴趣。 你要读得通《进化论》,请先读《Biology》, 生物学,生物都医医的,你搞不定《进化论》。 你读大学,你读一下《达以文》的生平,你读一下他究竟在讲什么, 也不是靠《创世纪》来明白《进化论》。 《创世纪》写了这么多年,《达以文》未出世之前, 他对很多代的信徒讲话,是如何讲话? 透过生命的故事。 创世纪的作者知道我们有很多问题要来问 上帝为什么 上帝怎么会这样 上帝你是怎样 安静 听 现在我讲五个故事给你听 已经是这样开始 这五个故事在创世纪的结构里面是非常突出的 这五个故事有独立的 有连贯的 这五个故事有独立的 有连贯的 连贯的地方有人指出是人的罪性 有人指出是神的恩典 有人指出是应许的成就 有人指出是人的软弱和跌倒 无论如何都好 你要很小心从这五个人物的身上 你要找出作者想说什么 现在我们找到一个范围 你再看下去 你就会发觉 相复的童工选择了雅角 真的很有智慧 因为雅角在创世纪的五个故事当中 的而且确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我一直以为亚当是最短的 最短的 最长的是雅角的故事 第二 我一直以为亚伯拉罕是最威的 没错 但你要记得 以色列人不是以亚伯拉罕命名的 他们不是叫亚伯拉罕人的 你听不惯 以色列也是人名的 但我们今天全世界都叫以色列人了 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民族叫李斯敬仁? 哇 那就好了 我就出名了 雅角就是这样出名了 后代有一个民族以他为名 雅角很重要 他是其中一个故事 他排行第四 是以色列人的故事 以色列人的故事 以色列人的故事 雅角 约瑟 在这个牌位上 第四 倒马就是这样看 但他们从这五个故事的关系上看 这是成上之下的 下面约瑟的故事 其实是以雅角命名的 记得我刚才读过《雅角的纪略》 是以雅角的名字来说约瑟的生平 所以其实那个是下星期五给你们看的 《创世记》第五段 最后的故事 不是讲约瑟的 而是讲雅角的家族 整个家族 所以有些圣经学者说 《创世记》第三十八章 讲由大的故事 这一段是插进去的 因为他先入为主 认为约瑟是主角 如果这么看 有两章圣经在《创世记》最后那段都没有约瑟的 这是留下一个星期我们再看 《雅角家族故事》的下集 《雅角家族故事》的上集 就是今晚我们要看的 就是《雅角的生平》 但《雅角家族》的开始 不是从雅角出生开始的 《雅角家族故事》已经是将《雅角家族》的复权 你要明白 神招合旅 你看了《射雕英雄主》是有帮助的 看过的人真是项头 没有看过的人会笑的 这就是上下集的关系 你不看上集 一开始下集 为什么那么多人读《新约圣经》 那么多问题 都是下集 我只是看下集 没办法 马吉安先生也是这么说 《雅角》在这一连串的故事当中 他占一个很重要的 他是一个村楼 一个交通总会 一个地铁转站 还有什么今天我们明白的比喻 很重要的 你要明白上面和下面几个不同的故事的连贯 雅角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面 说了这么多 就我们明白他很重要 那他说什么呢 我们回到同样两个字上面 结构 结构 我们已经体会了《创世纪》的作者是一个结构高手 十一个图论都 加上《创造天地》的罪言 有十二段 写给以色列十二个字牌看 这些真是很高手才能想得出来 所以他写《雅角》的生平都有一个很有心思的结构 这个结构不是我找出来的 我要很诚实 做学问不能偷人的东西 这是很大罪 这是知识产权的问题 这一段的经文结构是一位犹太的旧约学者 对不起 他们不是叫旧约学者 他是圣经学者 他找到出来的 Michael Fishman 他那本书我列了在下面参考书目的第一本 Fishman教授将这一段雅角的故事分开成一个很漂亮的结构 这个结构我称它为倒影的结构 什么叫倒影 大家还记得清马大桥开幕那晚 有几多人看过电视 大部分人都有看了 不用举手 我不是举手 你记不记得放烟花 我不是说射得很高的 我不是说整条桥 都在桥面上有一些烟花流到海面上 所以整条桥就变成了一条瀑布 是烟花的瀑布 你记不记得那一幕 你看到的不应该是 只是一条桥面下来的烟花 如果摄影机摄得好的 我不知道是无线还是亚市 还是英文台还是中文台 你应该看到的是 上面流下来的水的倒影 你会看到下面一条桥 那些烟花是倒流上去的 所以你看到画面漂亮的时候 一条水平线 上面一条青马大桥 下面一条青马大桥 桥的顶对着桥的顶 一上一个顶一个尾的 然后烟花在中间 倒影的尾尾 这段经文是有一个很严谨的结构,从这个结构,我们可以找到圣经的作者,当他说瓦角的时候,他想说什么,你找到圣经的作者想说什么之后,你再问他说的话,和我今天在挣扎家庭的问题有什么关系,这样就对了。 那步骤就对了,你不经过这个找的步骤,你就要求圣经给你答案,那些答案其实是你自己的倒影而已,容许我借用了Albert Schweitzer的一句说话,人人在圣经里面找耶稣的仗,结果找到的是自己的倒影,人人在圣经里找答案,结果找到的是自己已经有在脑海里面的答案,你不辛苦过,你找不到圣经提供的是什么的答案, 现在我们辛苦点,我们去找找,《创世纪》的作者将瓦角的生情,是分开了上下两半, 上半由他出世开始,一路到他的儿子约失出世为止,下半由约失出世之后,一路到他的父亲,以撒离开世界为止, 生生生死死死,是我们必经的开始和结束,经文都是这样来到去描述,上半部分,我们读一读的分题, 二十五章十九节开始,那里讲,以撒娶了利伯家,这是瓦角的父母,我假设大家很熟悉瓦角的故事,所以不跟你读那些经文,除非那些很重要的,要解给你听的就读, 利伯家就没有世纪,于是以撒娶就为他太太祈祷,于是乎利伯家就怀仁,但是就很辛苦, 陀的儿子陀得很辛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些太太怀仁的时候, 由早上吐到晚,他不仅是这样,他发觉他的胎里面好像由早上吐到晚,很恐怖的, alien 这样,于是利伯家就去求问上帝,上帝就跟他说了一句说话, 这句说话在中文翻译上面就已经解释了出来的了,因为这个中文翻译做什么呢? 在第25章第23节,耶和华就对利伯家说,两个国家在你的福中,两个民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一个族会强过另一个族,so far so good,翻译很准确,最后那句说话是没得译的, 为什么没得译呢?如果要译,就要两个译管一起译, 第一个译管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的译管,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对的,这个翻译是对的,不是错的,但这个不是唯一的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将来小的要服侍大的, 你说这样也行吗?你要听那些算命先生说话,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是吧? 一字为弱,什么记之弱,一, 最出名的故事就是说他要同一手指, 什么负在母先亡,我不记得那些很tricky的笑话, 你大概都听过, 这是一个玩游戏的文字来的, 你大家知道原来他怀了妈生的兄弟, 但谁大过谁呢?我们知道结局的就懂得翻译了, 对不对?因为我们看了圣经了, 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圣经的,所以这里是大的要服侍小的, 但是里伯家不知道的,以撒也不知道的,以苏和雅各都不知道的, 因为这句话可以两个读法通, 为什么呢?因为上希伯来文的堂才能解得通, 中文解不了,中文也有这样的人民自由气, 就是做个比例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你要明白雅各, 如果你不当他是一个革命样板的人物去看, 如果你不问他中还是奸, 你就当是他阿叔那样才算, 不过他没有阿叔, 阿以撒也没有弟弟, 小伯小叔那样才算, 朋友, 哎呀好有趣啊,哎呀我喜欢小那个啊, 你这样才算, 你抱着这个BB, 你试一下从他的角度来看一看, 好吗? 第一, 这个男孩,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祖父, 谁是他的祖父? 鼎鼎大名的阿巴拉罕, 你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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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祖父, 你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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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家底不是像瓦角那样显黑,我们很羡慕这些人,含着银池羹出世,像英文的言语。 我又四十岁,他又四十岁,他坐在中环,看着整个维多利亚海港的办公室里面,在炒楼,当然了,他家底厚。 雅各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家底厚,亚伯拉可以护甲一方,有钱有面,他要卖墨比拉洞,那段你零修看不到意思的,他要卖个地方撞他家人,那些人受重药经,你来我这里买坟地?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如果真的送给你,怕他打他,很威风,雅各有一个这么威风的祖父。 那么以撒也有问题,以撒没有问题,你想想这件事,以撒是独子来的,所以父亲所有的东西,以撒就自自然然,他只要乖乖地跟父亲上摩利亚山,不要走老,你明白我说什么? 他只要不要走老,一个走老,离家出走就糟了,他只要乖乖地一世人做阿伯拉罕的儿子,他一定会发生的。 对你的名字,以撒是这么静的,他不能发挥的。 另外一个问题,今天不是要说以撒家族吗?以撒是坐享其成的一代,不是二世祖,他不是二世祖,他是发愤的。 但是他真的没有人跟他争的,阿伯拉罕已经打发以撒马利出去了,是吧? 没有人跟他争的,他就坐在所有阿伯拉罕有属世属灵的祝福,以撒一个人,尝不尝。 所以以撒的性格很特别,不过你有机会慢慢再去思想一下,他这个性格很特别,他很像查理斯王子,我在英国读书,所以我就很近距来看看这些皇室的人,主定做皇帝的了,他妈妈是不退休。 主定是他的。每一个人都要反叛,我进人生当中。 如果你不是道德反叛,是思想反叛两样都不反叛,总有些事会出位,如果没有这世界,他没有进步。 Volta 以撒怎样反叛?已经没有记载。 不过瓦割的问题是他父亲不明白,他父亲是一子兔梁。 以数都不用明白,例如我在家里我是大儿子,所以有些东西是天公地道的, 爸爸妈妈有问题,当然找我进房间,两个妹妹都留在外面, 你是大儿子,我可以跟你说,你是长子,你明白了,爸爸交代你,我有privilege的, 不是算家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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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家产的重要性,大家姐大哥,爸爸不在家就是他说事,所以以数都没问题, 以数在家里面他是出先那个,虽然妈生,他快点出来先,所以人人叫哥就是以数, 以数是哥,有些学者指出他们说话,两兄弟说话是不同的,当爸爸问他,你是谁啊? 雅各和以数的回答有点不同,不过这个中文译不了出来了,你要原文识经才能找到, 以数就是天公地道,我是你的长子,以数,我不就是最大一个, 现在出世已经是最大一个,Bird Certificate都是这样写的,没有挣扎的, 所以很自然照我们的规矩,以撒阿伯拉罕的祝福应许就是临到以数了,不用争的,不用抢的, 坐在那里就可以了,只要他不离家出手就可以了,他一天名分上就自然归他了,你是雅各,你不是以数,你迟了半分钟出世, 你想想抢先的,手已经挖住了,见不见? 出世的时候他拿着哥哥的脚筋,拉住出来的,肯死迟了,还有我吗? 你不要看说,哎呀,欠什么呀?你是雅各,你很痛苦的, 这个这么显黑的家族,来到第三代,我是小那个, everything can pass me by,在我身边经过的,所有重要的事情在我身边, 我是旁观者,我是义少来的,不是小那个,伟大的是阿伯拉罕,成继父业的是以撒,现在长子的孙是以数,谁是雅各? 你做雅各,你怎样长大?你做雅各,你的心理健康的情况是怎样? 你都听过,sibling rivalry,排行,决定你的性格,排第二,那些很辛苦的, 是啊,阿哥可以去到11点,你是小一个,没有听出,是啊,阿哥可以去零用钱,你是小一个,你没有,阿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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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哥可以,尔紫色是怎样的人独行独枉,是吧? 我害怕他,我不怕他,全身都是毛,走出来,阿哥不是粗人, 他是一个光,你看到他这样,阿哥有哪种 эфф 阿哥有哪种似啊?阿哥有那种女仔的男生都像在翘front的那样子, 就是女一面对 Productra memory scale,ooooone, 你太甚至要好像 się做ALKRM的,如此商情都没有游戏, 哦,他们都是独大的 То, 如果他有志气,他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压缸,他其实不是跟人争的,他只不过是想证实自己有用而已,是吗? 我听过有个姊妹分享,从小到大都是姐姐出风头,姐姐入那间女校,她就跟着入,又多分了,那些先生当然认到她是她的姐姐,叫她的名字都叫她的名字, 我从来不存在的,我一是接纳这个事实,如果我不接纳,那我就瓦角了,是吗?没有选择的,那你宁愿瓦角一口饭,是的,我是小的,我不小,我是小的,我有个儿生子,五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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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姐姐经常说,你听自己说,我不捨我小的,你大了,是吗?不对的,如果我不是这样的,煮碗汤在这里,哥哥回来,瞧他两句, 因为哥哥自己自愚罗网的,是吗?哥哥饿得暈了,那句话很奇怪的,哥哥说,你给红色的东西,你给它捆下去了, 那,我说你要捆下去了,那承下买路钱,公平交易,自由贸易,那些事情怪我,不要假的,你自己欺骗了,你自己不够弟弟很精明而已,哥哥走去之后, 我可以的,我原来可以的,人人看着阿哥,阿爸,阿哥,阿哥前,阿哥后,我可以的。 你不明白雅各,你就不明白为什么在他一生当中,他争得这么紧要。 但是如果你试一下想象一下,你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整个救恩历史看着你的,天君天使看着你的, 你在撒旦和天使世人面前做一场戏,葛林多,阿保罗这么说的,我阿哥不可以的, 有志气的,这个小孩,由小时候开始,他要证明他自己。 麻烦你先明白他,你不要这么快骂他自己。 他不是那个坐在那里,私家都可以升班的,他不是以杀,他不是以杀。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被逼的人,贪心,以杀就可以这么说了,贪心, 也不是你英分有的,你明明不是长子,你贪的长子名分,贪我的祝福。 这是以以杀的角度去看东西。 雅各说我不是贪心,我只是想肯定自己。 用现在辅导很多东西来说的。 什么satir说的,你这个self image要先建立起来,然后另一样东西才可以说的。 马哥不过是尝试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在家里面,他不是那个, 最小时候很惨的,他是哥哥和弟弟,妈妈还记得他。 你读到大卫的故事。 我说到大卫的故事真是凄凉了。 你记得撒母耳去找耶稀,要找他的儿子出来。 耶稀叫了大卫的哥哥出来, 每个人在撒母耳面前走过,上帝说不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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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 他会说是否会来错了? 上帝的旨意不会错,一定是这家人的。 耶稀先生你还有没有儿子? 你想想,怎会问这句话? 牧师来探访,叫你这些儿子为他祝祷, 说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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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个望完走之后,你还有没有儿子? 还有,还有一个,那个在田那儿看着羊。 我们今天觉得看羊很好,耶稣是很牧人, 那个背景看羊是最没用的, 又不打仗,又不做生意,什么都没用, 不死得的叫他看羊, 不记得了他,最小的那个, 那个是大卫。 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在家庭当中,最小,雅各要一生要争取。 所以,开头的时候,那三段都是用争来做主题。 二十五章说,一出世雅各就争, 二十六章说以撒这个家庭和菲利士人争, 争什么?争女人。 有很多女人。 不过十八岁以后不要说这些事情了。 正经很现实,人生当中, 亚伯拉罕的太太也被人抢了他, 以撒也怕自己的太太也被人抢了。 欠水井,水井是什么? 香港人说得对了,水为财。 欠income sources。 然后到最后争的高潮26到28章,雅各用戒指和妈妈怂恿他,不知怎样说了,总之这个家庭真是四分五裂,又民主党又民建联,又自由党,各自为整,而且勾心斗国,就骗以撒的祝福,骗到尽力了, 不熟不熟,骗外人那些不做得气的,那些做戏不好看的,那些千上千的剧情就是最老友那个,最熟那个,知道是他害死你的时候,眼都不闭的,现在雅各骗的是他的老父,是他的哥哥,而在他背后撑腰的是妈妈, 这个家庭,你家庭还没弄成这样,我这句话是认真问的,你经常说我家庭够税,上帝啊,你叫我做基督徒,你救我,脱离我家庭吧, 我在我的家庭,我没有办法能够侍奉你,我要预备查经,我要参加聚会,你看我家庭,你救得雅各的家庭,凄凉得过,四个人而已,不是十四个人,四个人可以搞成这样,高潮, 结果就是散,很自然,雅各要离开家庭,妈妈好,你这样的妈妈也很服的,一手策划,又可以撿得到首尾,送个小孩去舅舅家庭, 真是运筹为厄,戚冲云,老公被他玩弄于掌上,利巴加的长处来的,你记得他答应阿伯拉罕的老牧人肯嫁去加南,你试一下,你家庭突然间有个老人家走进来, 你家庭突然间有二十四个老婆,刚才我到的士站见到你女儿,其实我来是有段估计的,唐山那处,金山那处,三藩市那处,我有个老板,她的儿子想娶媳婦,有没有搞错,你这个儿子自己不会来的吗,封信都不会来的吗,照片都没有的吗, 哄了老人家说完之后,我家人不知道怎么办,拉班的家人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怎么办,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做, 问完之后更奇怪,李白家说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在结婚的时候,quote这支金句,在那个分卡上面, 李白家说,我去,很有主见,很有把握,这个女孩不简单,所以做到妈妈就更加不简单, 整个家里她策划出来,你妈妈大概不是这样吧,雅各在这个情况之下,她要投奔我,投父,大家很记得,在路上发了个梦,天梯,你可能不记得她在梦之后说什么,我不跟你读了,时间关系,雅各和上帝说数,你回去再读清楚一点, 上帝竟然肯定答应他这个祈祷,上帝什么都要给他,他呢?给上帝什么?把身体现上当作活祭?不是,我将十分一给你,不要笑,我今天不是说奉献,但我一定要说一说,我们今天就是这样跟上帝祈祷, 什么都要祝福上帝,买房子要正,要便宜,要顺,那我呢?我就十分一给你,我在教会的福建十分一给你,那我已经遵守了一切戒命了,上帝,你什么都要祝福了我,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我,我就把十分一给你, 马拉几书不是这样解释的,我留下另外一次再说,雅各在路上一个人,面对上帝,他怕,他仍然没有忘记说数,他争,去到舅舅家,进入到雅各故事的核心部分,二十八章第十节,上帝向雅各显然之后,二十九章,雅各投奔拉班, 上半章,球奔拉班,求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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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到Felive,哎呀,外生儿子,看见你好像见你妈妈那样,原来很冷演戏,雅各就第一次动真情,他真是有人性,他不是艰到那些,我不知道谁最喜欢做这个角色,上次问你才知道,最艰到那些,最艰到雅各都有真情,他喜欢他, 就是验疑二十年。 不过天开眼也好,牙角也好,上半段就拉帮验牙角,下半段三十张就验牙角验回, 你骂我一句,我现在不博你,我终有一天我报仇,这个是眼角,不欺负他的。 他的生命在他自己保护自己的经验底下, 和他自己的家里杀一条血路出来,杀到他舅舅的家里,在舅舅的家里都骗了财产, 这个是眼角,眼角贏的,不是你和我策划的福音剧, 你和我策划的福音剧,眼角就一定好像浪子那样,我不敢说粗俗的说话, 总之就有这么差就这么差,在最差的时候悔改,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剧的典型, 这个世界很多人都不是这么悔改的, 雅各没有差,雅各越来越好, 第二个老婆,好吗?有些人开始笑,有钱好吗?雅各没有人欺负他好吗? 他走出来,你看看,在《丧世纪》,他那些表兄弟怎么说他? 三十一章,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奪了去, 并借着我们父亲得了一切的荣耀,荣耀或作财。 我们中国人真是笑得见眼不见眼,雅各不是得到熟灵的祝福,雅各是世界的祝福都拿了, 赢了,赢了,赢了,我们很羡慕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很羡慕这样的人, 在我们周围,我们整天都喜欢这样的人,明成利就的基督徒为什么不好? 好,奉愿十分一就爱主了,为什么不好?好, 但是你读《丧世纪》,如果你真是很小心去读这些经文,你会发觉,你不是很羡慕雅各的。 因为《丧世纪》的经文,将雅各心里面,和他家里面的问题,完全赤路闯开在我们的眼前。 四个太太,你猜好啊?由朝到晚,家曹屋币,你会看莫达特传? 一个而已,他都关门着,掩着耳朵来创作。四个,四部合唱。你以为好事啊?你以为有钱是好事啊?雅各有钱啊? 但是他生命当中,他第一个不敢见的人,是哥尔素。 我发觉,在主学里面,没有什么人喜欢举手做雅各的。 谁喜欢做阿巴拉罕的,很多十分仔举手。 做约失的,那些自以为很正义的举手。那些柳下卫举手。 谁喜欢做雅各,不是很多人举手。 这就是真面目。他赢了,他站在世界的巅峰。 其实他很孤独。 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很基本,我们可以享受到的亲情。 他没有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 或者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上帝不是不让你赚到全世界,是给的。 你赚了,有很多人说,我出去炒十年,我什么都炒了, 然后我才入十堂读书,行不行呢? 我真的被人问过这个问题。 那问题是,十年之后,你不仅炒完之后,你焦了,用残买。 什么残生献给主,有什么圣诗。 真是切切到不得了,残了一个人生献给主。 雅各赢得全世界。 但是雅各的孤独,在他面对他的哥尔素的前迹, 他连一个可以倾诉的人都没有。 我读到那里,我哭了。 你想想一下,在你人生当中,你最大的关头,是没有人可以陪你一起过的。 他爱拉结的,拉结都不在他身边。 他爱约失的,约失不在他身边。 十一个儿子,十个是没得谈的。 一个是他爱的。 四个太太,三个是没得谈的。 一个是他爱的。 那晚,雅各要自己一个人留在他住的地方, 渡过他人生当中最没把握的一夜。 而没有人可以在他身边陪他。 他说,我很羡慕牧师的。 我跟牧师说,你就是上帝的天使, 能够在弟兄姊妹最孤单的时候。 你不用解释,不用帝名片介绍。 你说我是某个牧师,我就可以走到他身边陪他。 不是和他解决问题,陪他。 雅各连这个人都没有。 他那晚,他孤单。 这是雅各。 名城利秀,赢了一切。 武俠小说叫做独呼求拜。 坐在华山的山边。 他面对他生命当中, 最过不了的一刻。 一个人都没有在他身边。 可能你年轻。 你不觉得。 那些时候是你眼睡的。 如果你到了一个年纪,你会失眠的。 就像雅各那晚,他整晚没有睡。 他计划好了,他不是那些吊儿郎当的人。 他计划也很好。 你读政经理灵修,你知道他怎样计划。 他计划的。 先是礼物走先。 所以以误仇如果带四百人杀, 他只会笨,因为他杀自己的礼物。 打破自己的东西。 那些东西都送给他的。 打破了之后, 走完,才来到他妾侍的儿子。 那些儿子反抗的,那些儿子不是太惹的。 你看看他在楼面和西面的那些,杀人。 妾侍的儿子和以误仇打完。 然后还有一队队人跟着来的, 召兵显将。 不过雅各在那个时候, 他不知道在想什么。 上帝在雅各那一晚睡不着的时候, 跟他摔跤。 我不知道你怎样解释他摔跤。 我的体会就是,雅各一生就是这样跟人摔跤。 在胎里面就跟他哥摔跤跤, 但我输了,就拿着脚出来。 长子的名分,跟父亲摔跤,跟父亲摔跤,跟父亲摔跤, 到最后,上帝和他玩同样的游戏。 很奇怪。 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方法, 没有公式的。 不一定每个人都在报道会上, 哭着一行鼻涕地信耶稣。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在病之后, 得到医治令性才復兴。 我听乔弘先生说的一个见证, 一个军火商人, 听天吻歌声唱, 天为什么蓝? 他整个人呆了。 军火商? 不是你, 不是你去捉蝴蝶那只。 是的, 天为什么会难? 信耶稣。 雅各怎样信耶稣? 雅各怎样悔盖? 其实有些伏善的, 之前他所爱的妻子, 母子生的时候, 吐雅各, 雅各就说了一句很晦气的说话, 雅各说, 你以为我是神啊? 但是, 其实他并不是, 他没有看见这个。 但是他不看到自己的限制, 那晚他看到了, 他跟上帝离家说了, 他赢了, 好像看世界盃似的, 看着赢了, 是上帝之手。 扭他一下, 你不是上帝, 上帝是奸的,你输了,不可以奸的,这个世界谁说不可以奸的,你不是一直奸对人,你对人奸的时候是天公地道,人对你奸的时候就眼泪鼻涕了,是这样的了,是这样的了,是这样的了,你输到最后那一刻你就扭人家,现在上帝就是这样对回你,你不是上帝,你不是上帝, 经文没有很详细交代雅各的内心世界,这部分留在他的儿子约室的经文里面,圣经有很详细交代,但是雅各那晚完了之后,整个不同了,外表不同了,之前他很威风,现在他跛下跛下跛下,第二个最大的不同的是,之前他计计了, 是由礼物开始,他是留在最后的,一路收消息,以数怎样,有没有杀我们,有没有输,怎样,他还走得及,现在第二早早,雅各一个人走到去队伍的最开始,他第一个见以数,这个改变不简单的, 他走过去,他见以数,不但如此,这一节圣经呢,中文没有译出来,但我一定要和你读, 第三十三章第八节 以数说,我所预见的这些群促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印的,以数说,兄弟呀,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的。雅各说,不言不言,我若在你眼前面, 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你的面,如同见神的面,并且你接纳了我。 所以他说,你收了我这礼物,礼物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赔罪,大家和好,和好的礼物,留心十一节,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对不起,不是礼物, 这礼物,在希伯来文在这里很清楚,改了另一个字,祝福。 我带回我以前骗了你的祝福,还回给你。 雅各一生产归的东西,祝福。 因为神恩代我,使我充足。 为了预备这一堂的讲道 我查看希伯来文 我发觉雅各能够在他哥哥面前还祝福 你有没有想过是一件什么事? 兄弟和好 不是单单因为很多年没见 不是大家都老了 打架就有空打 关节炎 风湿 不刺 雅各在他哥哥面前认错 我特意带回这些祝福回来 还回给你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雅各是slip of tongue 是guilty conscience 内疚 本来想说礼物 不说他也说了 我们叫froidian slip 就是祝福 我骗着你 但是我看雅各的人 他不是这么冲动的人 雅各由头到尾都是一个很 calculated的人 让他计算到足够的 说什么说话如何安排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well planned 陷阱 完全让他控制之内 即使他激动的时候 他也不会过分 我以为不是他的slip of tongue 他想得很清楚 因为他最后才说 很难出口的 认错很难出口的 一见到面就认错一些假的 如果他真的得罪你 他一直说不出 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到最后很小声 你听到半个字 真心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家庭要没有纷争 除非没有弟弟 个个都是独仔 那就两个家庭争 独仔和独女争 争是一定有的 争是一定有输赢的 有输赢就一定有仇怨的 有仇怨就一定心里面有很多东西 对不起 我没有认为圣经里面有提供一个什么方法 可以补你的家庭 没有纷争 因为我正合身分 我很有希望 我挂了个牌子在家里 我家必定是凤业和华 还是基督使我家之主 一定有这样的牌子 没有保证的 你对着牌子吵架 分分钟会在牌子里扔过去 有哪个家庭没有纷争 没有纷争是什么 有些人说过 秘书为什么这么好的呢 因为他不在意你 他通知了你 你穿不穿衣服你的事 太太不同了 今天穿衣服 冰了 翻风 这么多事 他不在意你 是怎样在这些怨恨当中能够和好,你想不想?想,但是很难,在教会里面最美的情况,兄弟弟弟弟兄姊妹之间,大家有种拗叫,写信解释,大家都低声下气道歉,写一张卡,花都送了,见到面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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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没有心里面脱着?有,一定有,不容易的,雅各与以素要和好,很难,但福音就在这里开始,正经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些完美的家庭,是永远不会出事的家庭,相敬如斌,举案齐眉,这一辈四字成语,六年班我们那时候考会考, 哇,全部都最美的,于是在婚礼里面又联奉和名,又琴失和谐,搞得单身的电影节目,好像自己是second class的,这样,全部都骗你而已,你有没有读过圣经啊?保罗怎么说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受苦,所以劝你不要结婚,你不结婚,你就可以专心服侍主,你结婚,你就服侍你老婆, 或者你老公,就是这样的而已,弟兄啊,我为了使你免去这些苦难,所以劝你读身好啊,有哪个牧师会在主日崇拜也好,婚礼更加, 我觉得要说啊,要说啊,因为我发觉很多时候,我们追求一个没有冲突的家庭,于是做丈夫的,就去找一个没有冲突的异性来对着他,那个是谁?那个就是婚外的情人,那个就可以没有冲突的,是吧?没有啊,没有冲突的, 就是一样的眼睛一看着你,还有那些蜜烛光底下,你太太不行的,她的臭小孩,怎么在蜜烛光之下换片呢?没有可能的啊,那个不行,那个不完美,牧师都说要完美,哎呀,你看我和他多完美,哎呀,我们吃了每一晚吃饭,都完美的, 这个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差多远? 你不读圣经,这个是由早到晚跟你吵架的,那是神所配合的。 为何神要配合?因为你不完美,刁剁到你完美为止,就没有冲突了,我一生都不完美,有冲突了。 在冲突的当中,你要学习的,不是羡慕那些没有冲突的家庭,那只不过是塔拉图的乌托邦,一个理想的世界,永远在历史当中没有可能的,只有在天上有可能。 我们今天就是用罪恶来建立这些所谓的完美,从开始已经是错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回头看上帝为你预备的家庭,你就被视他。 你看不起他,你觉得他不完美,不合格的,主要救我,脱离我家,这些祈祷就可以出来了。 你知道吗?圣经如何教导我们?圣经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比起做地上的父亲,如何比较? 做地上的父亲,你的子女来问你拿饼,你会不会塞到石头给他? 不会。 拿一条鱼,你会让一条蛇?不会。我们不会让一条蛇,你会让刀?不会。 你爱他,你给他最好的女儿,吃药了,不吃,不好吃的,苦的,父亲为你好的。 你抢病毒,禽流感,一定要吃,吃完为止,女儿为你好的。 你爱他,父亲都会哄到自己,哄到自己哄为止。 这些是地上的父亲,不是害他的。 何况你们还是天上的父亲? 豈不更将万物和神的儿子白白给我们,最好的给我们。 你可不可以按着圣经的教导,接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家庭是你的天父给你最好的东西了? 如果不行,你就是不相信圣经的说法。 如果让我做天父,让我为自己设计我的家,我就不是这样,天父,你走到一边。 我的家就扶持指孝,兄有弟公,个个就向我鞠躬,若失物就是这样,一样是conflict。 天父答应了给你最好的,为什么你要换? 他很喜欢换的,他也不喜欢。 圣经是这样说的,圣帝是给你最好的,不是最好的,我认为那个是对他最好的,不是对你最好的。 圣经是给你的,因为他是你的天父,他爱你,怎么证明? 最喜欢的,圣经是问的,圣经是连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都给你。 他怎么认识你的家,找个天父来扮演,这么容易做的事情,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 为你好! 为你好! 圣经在这个家里长大,是他的一生,他不可以要求有阿伯拉罕的生命,他不可以要求有以撒的生命,他不可以要求有若失的生命。 他是雅各,刘森,创世纪里面是五个生命的故事,不是一个。 不是人人都要学阿伯拉罕,人人都要学药室,人人都要学一个,没有! 上帝做一样米吃八样人,就是八样的生命,一百样的家庭,你那个是适合你的,是上帝为你预备最好的。 你肯从一个这样的角度来看你自己的家和你的生命,有希望吗? 希望不是完美,希望是一个起点,那我怎样?和好? 既然那个是最好的家庭,你属于那个家,那个家属于你的,你不可能一切都就了他,你总有一天,你回回去,你和你的家人说,我将祝福带回来。 一句很不容易说的说话,一句一直以来成为雅各一生追求的目标,没有了这个祝福,雅各没有了人生的目标,所以这个祝福不是家产,有很多很物质化的诗经就说,因为那个长子名分是家产,看低雅各,雅各要钱多容易,随地他收到的,雅各所要求的祝福是他用他的生命换回来。 现在他肯在以色列的面前说到最后一句话,还吞吞吐吐吐的,不是背台词的,重重复复一读,很感动你的,最后说到, 好,阿哥,我带了你,我带了你,还给你,祝福。 所以跟着后面,还没完的,雅各还了以色列的祝福之后,还有三十四张,就是雅各的儿子和迦南人争。 虎各无犬子,雅各十个儿子,十个都像他,站出来没人欺负他,在外邦人面前没人欺负他,表面好像欺负了他, 傻得我妹妹的便宜,报仇那一下,杀到你鸡犬不灵。 雅各应该引以为荣的,出来做生意,所以他就做生意,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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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意。 每个人都叫你大哥啥大哥啥 现在我儿子出来三个月而已 人人又叫他大哥啥大哥啥 做爸爸的安乐 你留心看看雅各的反应 我不跟你读了 你回来自己看 但你不看这张 没有杀来杀去 又割离又这样那样 你看看雅各的反应 雅各变了 雅各没有引以为荣 最特别的是最后那张 35张 在结束的最后一段 在雅各的生命当中 开头的时候他抢以素的名分 到最后经文记载 他的儿子 他的大儿子 流变 不要听了 所以新的和合合语本 标点版也叫女变 过中长城不便解释了 Rubin 大儿子是年轻力壮的时候生的 十兄弟都以他为首 他开始奪权 他抢雅各 一家之主的份 大概是他看到在34张 妹妹那件事上面老父非常软弱 没有为自己的家族出头 没有为自己的家族出头 要大儿子出头 既然打到天下回来 这个分军走到一边 大儿子和雅各 其中一个太太上床 每个人都不肯洗碗 每个人都不肯洗碗 每个人都要回祈祷会 没有 圣经很现实 你跟从主必受苦难 没有欺骗你的 雅各变了 他仍然对着一个不变的世界 对不对 外面没有变 你不要以为我听完讲座了 今晚二十元 我变了 感谢上帝了 明天上班我不同 明天不用上班 明天上班不同了 一样的 今晚回到家一样的 雅各不同了 你留心读的经文 雅各不同了 当然雅各的不同 还有下集 在约室被卖那连串的事件当中 我们还一路会看到雅各是怎样的 雅各变了 如果你要问 为什么他会变 圣经不是很多说 但是在他和他哥哥的对话当中 他哥哥就说 兄弟啊 我的已经够了 这个是以数的说法 很好啊 知足常乐 你看雅各怎么说 雅各说 因为神恩待我 使我充足 看到两句说话的分别 看到分别 两个都是够 教义听来都是够 一个就是够了 够了 很多不同的 雅各说 我看到你的面 好像看到神的面 突然周围都是上帝 现在上帝无处不在 以前 雅各自己是上帝 所以他看不到上帝的面 他自己是上帝 他控制了 职策东云 看着阿哥 看到你好似看到上帝 他不是说他哥是上帝 他没有拜他 他没有拜偶像 雅各说 我很尊敬你 我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不是自尊 我看到你好似看到上帝 上帝与我同在 在我和你的关系当中 上帝在 在我的家里 上帝在 在我的子女当中 上帝在 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救了 上帝给我恩典 使我充足 耶稣说 我的已经够了 正经就是这样表达的 一句放在你面前 你要很慢的来到去咀嚼 下一站是观堂 这样就收了 你看不到的了 两个都是说救 两兄弟都附夹一方 所以结果不可以住在一起 两间屋都大的 要很多草地 当然隔开很远 有个牧场 有很多人口 两个都够 但两个的旧的经历很不同 耶稣 当然你说他 他是正义那方 别人得罪他 耶稣没什么怎么说话 耶稣还是以前的耶稣 他华说 我还年轻很小 我迷人慢慢走 他先走 雅各变了 耶稣没什么怎么变 你不要要求在你家里变 他变了就世界变了 不是 你变 你改变 为什么你可以改变 因为你在生命当中 你见到上帝 你知道上帝没有离开你 你知道他给你的是最好的 你看通了 你明白了 不是接受现实 看化世情 从此就 潇洒 无所谓出世 不是 雅各看通了 明白了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 他很有力量去做一些不需要做的事情 他和阿哥认错 这个完全不是消极的反应 不是逃避 不是自己租房 遇世无争 他来到他阿哥面前 他说我还回 我的祝福给你 这一个的力量 不是一个消极的力量 这个改变他生命的全员 不是他自己的足够 是他自己都不明白的改变来的 雅各不是一个认输的雅各来的 雅各赢得这么紧要 这叫他认低威很难的 你和我容易认因为我们经常都输惯了 认低威走老 雅各不用这样做 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这个改变 绝对 是从上帝以来的 而只有他这样改变之后 上帝才给了一个新的名字给他 你叫以色列 你不要叫阿哥 上帝不是给那个奸诈的阿哥一个新的名字 我怎么都爱你 你是我的favorite son 我只眼开只眼闭 别人需要我就罚他 你需要我就爱你 不是 上帝在这个人的身上一生陪他玩 玩到尽 上帝最后改得到他 然后给了一个新的名字给他 雅各成为以色列之父 不是以他的生命 他的争 他那种挪 他自己为自己得胜的经历 作为以色列之父 虽然雅各的伟大 与阿伯拉罕不同 我爸是牧师 我要做一个牧师 我爸是这样 我要做一个牧师 上帝在不同的人生命当中 有不同的祭遇 你是你 在你的现实当中 上帝与你相遇 不是在天上 不是在退休营里面 不是在静默的当中 就是在你的那些 在你的那些 解决不了 拔掉头发 一夜白头 那些的moment里面 上帝跟你同在 你改变了 你和人的关系可以有新的转机 你肯说对不起 你肯归还你抢回来的东西 你觉得这样是足够的 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涌出来的力量 是你自己都觉得陌生的 这个是雅各 他没有教我们什么EQ的skills 没有教人一句质过来的时候 你怎样能够发达到他 雅各不是这样的人 雅各变了 如果这里说 自古以来 人的罪性 总成为家庭问题的死结 圣经就是从这个死结开始 来到去帮助我们面对家庭 这个死结解不开 你只不过是游漂亮了死结 加些猪上去 加些漂亮的装饰品上去 闪亮亮的 又塗些蜜糖领上去 潜的 始终是个死结 要解开死结 就是生命的改变 要生命的改变 要有上帝的救赏 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 他要改变的不是你旁边的 是你自己 是我自己 上帝给你一个家 给你身边的一些人 刁夺你的生命 你明白 你就可以为你身边 那些激到你吃不下饭的人 你为他们多谢上帝 你能够多谢上帝 是因为你变了 下个星期我们看下集 下集就多些心灵里面的否白 因为药室和雅角有很大的分别 就是雅角是小子 所以他要收买些东西 保护自己 药室就是千枝嬌子 所以他不用收买的 他有什么就晒出来的 他晒命的 小时候就晒了 他发什么梦都告诉别人 药室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 天智嬌子 穿件衣服出来 technic color dream coat 威过人很多 所以药室的心灵世界 就透明很多了 他不怕说了 所以上下集那个结构未完 那个改变还在继续 要和好的不仅是雅角和尔素 那十几个儿子怎么办 又杀人又放火又奸人又邪道 怎么办 上帝对一个这样的家庭放弃 还是怎么办 雅角家属的故事 虽然在伊甸园外 但正因为在伊甸园外 所以你和我读的时候是亲切的 不是一个理性的